回家我還要爬牆 很好個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男子情緒激動 不滿回家的路 堆滿廢棄的欄杆和雜物 消防通道被包圍 嚴重影響公共安全 與附近居民吵了起來 誰丟的啊 我不知道誰丟 我丟的嗎 我不是說你啊 是我丟的嗎 另外一頭殘障坡到外圍更誇張 全被欄杆封得死死的 完全無法通行 不管是美和室的住戶 跟我們這邊的原來三名住戶 都希望把這圍裡給拆掉 美和室完工後 在地居民不滿陽光被擋住 甚至許多車輛進進出出 嚴重影響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 他們沿著美和室後方 各項洞出入口堆放欄杆 用鐵板 木材 廢棄腳踏車 團團包圍 這邊全部 目前全部圍起來的 今天如果發生事故的時候 人在這邊跌倒 人都已經快要沒有生命了 難道說還要再進到大樓裡面 到一二樓可以有通道的地方去嗎 不是應該這邊就出去 這麼一檔嚴重影響公共安全 美和室控訴附近居民 佔用公有地 一擋就擋了兩三年 不僅堵住消防坡道 連殘障坡道也不放過 雙方都覺得無辜 美和室住戶認為當初買房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沒想到現在陷入窘境 想找政府協助卻求助無門 他們一直就互踢皮球啊 就是說一下說這不是他們的選擇範圍 回來兩邊的居民各說各話 吵得不可開交 但主管機關遲遲不願介入解決問題 如果真的涉及公共安全 要是發生什麼意外 該由誰來扛下責任 記者劉世維 李切新美式報導